七二在主场迎战荒野的比赛 一开始主队就气势如虹 第一届Rally Smith就取得进球 替球队首开记录 第二届前段更是得离不饶人 持续加压进攻 这届开始半分多钟 刚走趁着多打扫的机会 终局冷箭得手 随后Mauking再补上一箱 比赛进行不到一半的时间 就取得3比0大夫立先 只不过荒野这支球队可是任性十足 并没有因为三分落后就垂头丧气 第二届后段 第一半去一次关键的争抢成功 回船后Middleton射穿了气额的大门 这时候比分差距只剩下一分 满场的气额迷要开始紧张了 第三届开始五分多钟 Mario藏船精准的找到门前的Litieri 折射再度过往 气额前半场三分的领先 就这样化为了乌有 Pain's Arena瞬间变成了Pain's Library 球迷个个都看傻了眼 幸好这一截在第七分钟时 气额终于又逮到一次PowerPlay的机会 大举进攻 一次射门没进重新组织第二波进攻 这回他们是非常有耐心的在门前寻找空档 最后找上了队长Crosby Go 这是队长18年职业生涯攻进的第1535分 让他的排名上升至史上第11位 写下新的里程碑 中场七二就靠了队长的关键一级 以4比3惊险击败荒野 免于在主场遭到逆轮的命运